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应该说 我看到美国的一些 包括我们的《文静时报》相对比较自由派的媒体 其实还是给了我们总统在外交上不错的评价 第一个 美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他的上台 个人形象也许不好 但整体美国形象这一年并没有让美国受到伤害 尽管欧洲的朋友不高兴 可是看到欧洲深陷麻烦 美国居然可以一枝独秀 就说明我们总统做对了 第一个问题 当然还是大家最热的朝核问题 现在朝核问题的最新进展 两韩现在要去谈了 现在中国美国表现出来一个让人越来越感觉到 这两个国家似乎对解决朝核的问题 似乎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热心 唐伟先生 您怎么看美国的当了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 虽然话讲了很多 做的却很少 对 实际上我觉得从这个朝核问题上 这个可以说是他最 好像是在外交政策上一个最大的话题吧 说的多 但是呢 做的是就像您说的 做的是很少 这个我觉得他所反映出来的正好是 当了川普这一个这一年多来的外交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特点 嗯 就是说人们还是非常吃惊的 吃惊的就是在外交领域是有很多 大家担心当了川普会做的事情他没有做 对 他没有跟这个北朝鲜开始打仗 他没有去收拾叙利亚 他也没有 比方说在他 他做了他有自己做的 但是他也没有和这个各个国家大打这个贸易战 那么他也兑现了自己在竞选过程中间很多的理念 他退出了这个气候变化协定 他把这个TPP给废除了 他在每一个地方都开始跟人家谈这个所谓的公平贸易 而不是自由贸易 那么就说这方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 当中川普他很有可能 如果我们去而且他最后公布的这个他的这个国防 所谓白皮书从乌鲜角度来说可能是他的这个今后如果有这个川普主义的话 就是可能这个他的基点 上面你都能够看得出来 他在自己的这个理念上面呢 还是非常就是很很理智 他没有第一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没有一个 就是他先要实现一个什么目标 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他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他去做 那么这一点呢他就这个避开了避免了 像在小布什政府时期 比方说在两一和阿富汗战争这些问题上 就是他的这个目标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目标 所以做起来的时候好像很容易做 但是他就完全很难考虑到这个其中的这个成本啊和怎么收尾 那么像他这件事情呢 他就是有个大的方向他就在做 他能推动一点他就推动一点 重点在解决问题 重点在解决问题 然后呢他又没有使得这个就是这种大规模动荡性的这种发生 所以我觉得整个外交大家的感觉呢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好 就是整体的外交是平稳 然后呢有有很多地方是有亮点 但是呢又都给大家有足够的这种摊审 或者就是说这种紧张感 让大家都不要觉得很舒服 所以自己的盟国美国的盟国 大家呢既不像刚开始选刚当选的时候 大家那么担心说啊他现在要把我们抛弃了 这方面的担心没有了 但是呢他又没觉得我们可以就这样随随便便的 我们还要可能比方说在这个承担自己的防卫费用方面啊等等方面 大家还是这个有一些包括韩国也愿意跟他重新谈 已经签好的这个自贸协定啊等等 就说大家也开始意识到这个川普说的一些东西 或者说开始接受也接受这样的现实 就是说你的老大现在不光是说白给你这些东西 然后现在要准备让你分担一些 就是这方面 他的这些所谓的潜在的战略这个对手们 包括俄罗斯啊中国啊 那么这些国家呢 他俄罗斯没有迎来他原来期望的川普之后的这个重新的变化 但是他的恶化的这个也是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他基本上这边就叫这条战线上没有什么事 那么最大的事 最大的事呢恐怕就是在之后这个他们有要卖给乌克兰一些反坦克导弹 那主要涉及到的一些非常局部的问题 对于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和他整个外交的这些方面呢 相对说来他至少没有再对欧洲和对其他的国家施加很大的压抑来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这方面已经没有了 那么所以呢那边呢也是紧张 但是没有恶化 那么和中国的关系呢也是这样 就他他他中国的关系 他不是说比以前更紧张 是比以前更缓和 但是呢并不是说完全放心 所以就说他比奥巴马时期那种 大家奥巴马 大家知道奥巴马就想搞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搞你 大家已经知道虽然他口头说我要跟你这个合作 那川普他正好是相反的 他在实际在跟你做一些这个买卖合作啊什么这方面 但他呢他口头上是在说你 我我是要把你当作这个战略竞争对手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呢 对于中国来讲 他实际上他他的这个感受呢 实际上反倒是更踏实了 因为这终于大家不用在 腾前在那里 说一说一套做一套 对吧 这个至少在上一届的时候 基本上说一套做一套 那么 所以呢就是大家也知道 美国这方面 他就是说在他自己 所谓的这个捍卫自己的利益上面 很有可能会 因为川普他已经给人了这样的印象 就是说你 你猜不透他要干嘛 所以呢就这本身呢 再加上美国这个实力 他已经形成了对很多国家的这种威慑 所以呢整体上来 他比方说他 那么唯一可能比较意外呢 就是他所谓做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问题 那么至今为止也没有什么 这个没有实质内容 没有什么实质 这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整个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他会用这些所谓虚的东西 给你一个好感 但是他用一些实际的东西呢 他他还是继续去做 也就是在这些虚的这些口号问题上 大家恐怕也不必要解读太多 或者说你可以解读 但是你不要把它影响你 你的睡眠或者是你的工作 因为他很有可能不会干什么事情 那比方说在跟印度的关系上面 那比方说现在他又开始在 H1B的这个签证啊等等方面 他比较会影响到这个美印之间的这个关系 因为很多的这种合作 包括印度的公司 还有包括这个以后呢 像这个外包 服务外包这个领域也会有很大的压缩 那么接下来这一年可能把这些东西都会是一个重点 而服务外包还有包括这个劳工 或者是这个高高级劳工在这个硅谷的这个输入这些方面都是会打击 我很难相信这个会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个变化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 这个川普他的这个外交方面 他是一个求稳的 他也反映出来他自己的整 他的外交白皮书上面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美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的国家利益 在他能够捍卫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的这个基础之上呢 不要这个过度扩张 这点他做到 他就没有到处去扩张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要想很好的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 一定要自己要把自己做强 就自强 对 所以呢 国防 这就体现出来马上这个所谓的这个预算的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正在国会里面激烈讨论 就是国防到底能够给他的这个目标实现多少 那么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川普仍然可能会采取的就是他过去的那样 就是在说的方面说的很高 就是去谈判商人谈判 要价很高 是 最后呢很有可能是一个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在要价的这个过程 他让所有这个希望能够强军的这些方面 或者是非常保守的这样一势力 非常高兴 因为看到总统非常认真在要价 他发了很多推特在要 要这个国防的费用 但是最后的这个呢 也能够反映通通 我相信他也会接受 就是whatever 这个 compromise 所以我觉得这反映出来他的一个方向感 他的一个做事的一个特点 他就是说 他不是为了一个 人 就是他不是在为主义而活着 他是在为这个事情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特别出现了一点 就是川普的他的外交政策当中重在解决问题 而不是在创造问题 而重在是在解决问题当中来谋取最大的利益 而且他是这个吻字 我觉得是对我们总统来讲跟他的性格虽然不相符 但似乎在外交上真的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你看 现在的国务院是缺缘最多的 现在好几个 我们国务卿下面的几个最重要的助手 都还没有到位呢 对 刚刚国会 刚刚提名了一位 这个叫中国中文翻译者董云尚 这位女性刚刚出任东亚助理国务卿 这是对华关系和朝核关系 最重要的一个外交官员 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 稳 他从来没有提出过极端的这种主张 他既不表现过度的亲中 也不会表现出过度的像欧巴马一样 遏制他的官员任命 最突出的一个官员 讲话最多的 反倒是我们联合国这位大 我觉得这个您说这个提条这点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要比较一下 这个这一届的共和党政府和小布什政府 小布什政府他之所以在外交上的很多的这个失败 我觉得回想起来恐怕就是他当时运用了一批 所谓的一个鹰派的这样的人物 没错 这个 陈尼搞的吗 陈尼他带回了一批很有自己主张理想的这个人物 新保守主义的那些人物 他们用这些人物 这些人物在他的整个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们是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主义在活着 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在追求在这个过程中 包括在一栅一栅这些问题上 他们就很多时候他会看不到一个真相 所以他们就会一味的就去追求 只要所有东西支持我的这个信仰呢 他都会去接受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觉得川普他在这方面 他是在找一些执行的人 他把这个决策的这个影响力这块 他把它缩小了 等于说我把决策问题收回来 你们只是做幕僚 对 时间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唐先生 其实呢 这一次我们总统这一年外交当中 我们总统最开心的 就是莫过于那12天的亚洲之心 比他在国内受围剿 在欧洲受白眼 那来的开心 无论是日本的这个天皇 对他毕恭毕敬 韩国的权力的这个对他的欢迎 更不要说中国的这三天两夜的 这个热情接待 但是毕竟这个中国 美国跟中国之间很多利益 虽然达成了不冲突这样一个共识 但是两国之间在结构性的矛盾 并没有结到根本的解决 也两国之间的未来这种 彼此之间的潜在的冲突和矛盾 依然存在 现在看来两国之间最大的问题 大家不认为是朝核 也不认为是南海 更不认为是台湾 大家认为 两国未来最大的问题 还是经贸关系 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现在 如果经贸关系是两国的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实际上中国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中国的崛起或者说它的发展 它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环境 能够颠覆它和平稳定环境的主要的力量是来自于美国 那么我们可以说很多周围的那些小的国家或者是地区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问题 它都有可能发酵 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相对说来是比较容易处理 如果美国没有大规模卷入 它相对说来比较容易处理 所以最大的问题来自于这个美国这方面 那么所以在这个政治安全人权等于这些方面 就是人权也是跟政治是紧密相连的 那这些方面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中国来讲 它是很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或者是在诸多的这种 因为如果全心全意的合作 这个本来从各种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讲 也是很难 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接受了一种竞争者的这种局面 而实际上你看这个虽然过去的时候 过去中美两方都是这个说一套做一套 这个实际上双方都是把对方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象 包括军备啊包括部署啊 这个这个很显然 因为实际上从中国军事的发展 这个所有的这个发展都是都是在朝着和美国打一仗 而不是说和这个所以你看到的都是这个海军啊空军啊 而不是坦克啊什么之类的 你要和俄罗斯这些和印度啊 或者是包括这个中亚的地区有问题 那当然都是路战 对所以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中国的这个希望呢 就是也是不要就是不要有这种地缘政治或者是安全方面的这种冲突 那至于经贸问题 那大家有的人会说经贸问题这个那实际利益啊什么怎么样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啊这个经贸问题 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之中 有一些过去的这种体制我们也不见得是受益者 就像是中国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 过去中国一直是和印度站在一条线上 对 然后突然中国就改了为什么呢 就中国也过了那个阶段 我们不再需要大规模的搞化工厂 替人家去收拾这个垃圾来挣这笔钱了 我们的人工也已经贵了 不可能再给你做了 所以很多这种东西我们的利益也不要 我们过去的时候更在于产品的这种交易 那我们现在恐怕也更在于包括投资啊 包括这个这个其他的技术啊 这些领域方面 那么这些方面呢 我们还没有看出来互相之间的这种大规模的冲突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经贸方面的这种冲突呢 不用把它看得这个太太过 就是不要过分的解读 或者说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整体来说一个国家的大的经济 不可能是靠对外贸易上的 那么中美两国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对对外经济关系 依赖度很高的国家 我们并不是岛国 我们也不是属于资源 或者就说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经济体 就从资源人口地理啊等等方面来讲 它和比方说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的日本呢 还有这个这些是完全不同 所以不要把这些方面经贸的上面要看到 经贸的冲突都是有冲突的东西 那一定也有合作的方面 就是如果把目光放到更多的合作的方面 还是就是对方双方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从现在看我们总统呢 已经甚至包括我看在圣诞节前后 我们的商务部长这个接受Fox News的访问 他也谈到这一点 他说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还是要解决的 这是我们总统并没有因为两国关系的缓解 或者说两位领袖关系的个人关系的不错 而我们不去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为了解决经贸 他说的非常清楚 不附带任何的政治目的 所以这就和欧巴马政府 克林丁政府甚至小布置政府 有根本性的部分 对对对 这个就是说他们比方说他们做TPP 这个目的他就是有一个在政治上和地缘 所以实际上就是经济上面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不见得是一件多坏的一件事情 那比方说这个美国过去的一个状况 就是美国没有什么自己造的东西 所以在贸易上面他就完全不平衡 那实际上中国这个消费市场也是在扩大的 对对吧 中国可以称把这个日本的这个架子买空 称把这里买空 那包括旅游啊等等方面 就是说中国有这样的购买力 那很多时候是过去的时候是美国没什么东西拿得出来 那比方说现在我们就多买一点 可能粮也不一定缺 但是我们就多买一点 就是很多的东西飞机我们也我们也造 但是我们也就买 就说这种情况下能够双方只要有在这种 不把这些东西上升到这个战略方面这个层次上 就是一个做买卖 做买卖总会有这样的互通有误 那么过去这种不平衡 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中国方面 这个能够维持 而且实际上在很多的这种不平衡的这种因素 已经慢慢的在转向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 比方说这个过去的大规模的这个纺织品 家具玩具 这些小日用品这些方面 已经有很多服装 这些已经很多都转向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 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些呢 就是说贸易的问题也会慢慢出现新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美国 他只要能够开放自己的心态 比方中国对能源的需求 对吧 中国如果油气可以从阿拉斯加那边 到中国去也是非常方便的 是 他比从俄罗斯从那边 北平洋上过来还方便呢 那我觉得就很多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要看大家是真的愿意 经贸的合作必须要有一个长眼的眼光 比方说你这个气的这个供应这个问题 对吧 你说你今天上台了 我不喜欢你 我因为你这有一个人 他有可能能拿诺贝尔和平奖 然后被你关起来 我今天就把你这个气卡断了 那这个就这些问题就不可能 所以这个对这方面来讲呢 这个虽然现在两国都是愿意做这种合作 但是需要双方 特别是美方 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共识 是愿意通过这种经济上的 哪怕是竞争都没有关系 但是就不要把这种经济的这个融合 作为一种时时刻刻拿来作为一种武器 当然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在这种政治这个和经济的这种关系中间是非常难以做的 当然这里有个很重要 这里主要是你的主观出发点 如果你像欧巴马就是以异性形态作为出发点 什么都可以变成工具 如果你就是为了两国经贸合作 就是为了单纯的平衡 贸易之间的不平衡的问题 像如果中国在真的可以允许中国大规模开发阿拉斯卡的天然气 仅仅能源这一项就有可能会让中美2018年的经贸合作 这个平衡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对 这个能源合作是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中国这次去签的 川普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签的几个大单子能源是最大的一项 所以而且实际上中美之间能源合作 特别是在天然气方面的合作 其实前景还是很好 非常好 那么现在他我觉得他现在就是面临这样一个 一个这个是否能够有长远的 因为这个必然是一个长远的投资 不能说因为你川普上台下台以后上了一个民主党 因为现在很强的总统最后动不动 你不放某某某我就把能源不给你了 这是美国中国之间最麻烦的事 对 而且也是中国和他合作的一个很大的 实际上你看中国在能源的这个进出上面 包括像和安哥拉等等这样 他看中的就是这种没有这种政治和安全方面的风险 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是值得这个双方在考虑 今后的战略经济的平衡和贸易平衡方面 大家都应该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所以珍贵达成不冲突这个共识 虽然比过去似乎有一点还没有让很多人满意 但是这一点其实我从这个角度 从主观出发点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就是你的铁杆 就说有的时候这种名词或者说这种虚伪的话 说的太多的时候就反倒是影响了这个双方之间的真实的合作 那我觉得像川普上台了以后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至少在外交上面 他的虚伪的东西少了一些 反倒是让大家觉得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大家的虚伪的东西也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好气象 那你比方说那个包括这个黑力他在联合国的时候 他也一点都不虚伪 他他经常为了美国的利益 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振奋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你想干啥 大家也都知道你能干啥 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那种表面上说一套 底下在暗地里派个密室 再跟你说一套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说 这种这种确定性 或者说减少了两国关系中间的不确定感 这种不确定感的往往影响会出现误派 我觉得你会干这个 不大会吧 他说我们是伙伴 其实对吧 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这种 大家在白皮书上写的 我觉得这是几十年来 人们都知道的 中美不可能 如果不是这种战略竞争对象 潜在的敌人 那他是什么呢 他不可能不是吗 对不对 但是这么多年 他就有人他一方面在做TPP 一方面在搞重返亚洲 他另外一方面我们要 跟你又好 这些东西就是 就是说你说多了 大家就变成了一整套的一种话 所以啊 这个两位领袖的务实 应该说这是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 当然我们不知道 因为美国的政治 这个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政治氛围 对华关系 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同时 这个还我们不敢期待太高 但是起码在2020年以前 川普不管他连任与否 他这样一个中美之间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其实对中美两国是都是有好处的 今天事别关系 我们只跟大家聊这里了 我们感谢唐美先生 谢谢您 谢谢 感谢我们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